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鼓励自己的主帅 他说从一开始交战 如果有难走的地方 汽取不平的地方 车子通不过的地方 这个险从府减生 路难行叫做险 我一定下去推车 你难道注意到这些吗 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求缓说话有意思 他作为车友 本来就是当车子游险的时候 要下推车的 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表这个功呢 特别注意大家 子齐时之 整个战斗进行的相当激烈 那么西克大概是一直全副精神放在指挥作战上 所以连这个正求缓不断的下去推车 这个事情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子齐时之是这句话的核心 另外我们也可以想象到 当时主帅西克受伤非常严重 所以正求缓也是希望通过多说话 来激励他 来给他转移他对自己伤病的注意 下面我们课本上后面加了一个破诊号 这个破诊号加得很有意思 就是正求缓说到这儿的时候 突然停顿了一下 为什么要停顿呢 因为这个时候他才注意到 西克的伤势确实非常严重 所以就停顿了一下 然后说可是您确实伤势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正求缓说话 我们仔细想一下 这个话是不该说的 这个话说出来以后 对西克那是泄气的一句话 因为人受重伤以后 完全是凭一股气在支撑着 现在正求缓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们可以想见 西克就更想要欲还入壁了 所以下面这个谢章还要重新再给西克骨劲 骨气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紫棋实枝能不能说紫棋支支呢 考虑一下 紫棋实枝能不能说紫棋支支 碰到这种地方 我想我们自己提出这样的疑问 提出这样的疑惑 因为按照我们一般的了解的话 应该是用这个支 不会用石 那么支和石有什么区别呢 王凤阳先生的古词变 对枝和石做了变析 大家看一下 他说这个石一般都是强调亲身感知 他举的例子是紫棋实 石贵见乎 这个故事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是雁莹 石贵见就是知道了解市场里的物价 什么东西贵 什么东西便宜吗 这当然不是雁莹听说 而是雁莹每天 他说自己家里 每天都要去市场上买东西 一词他才这样问 你应该自己很清楚市场上什么东西贵 什么东西便宜 所以雁莹下面才说出 巨贱拥贵这样的话了 就是鞋子的价钱很便宜 但是受过月行的人穿的那种特质的鞋子 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那个价值 那个价钱很贵 什么东西贵 什么东西便宜 那跟市场的需求有关系 而当时齐国的刑罚太重 受月行的人太多 所以才导致了巨贱拥贵这样的结果 正因为这个识强调亲身感知 所以它一般都跟表观察分辨的动词组合在一起 比方说跟辨 辨识 别 识别 这个见 见识 还有茶 跟这些识组合 因为辨别见 茶这些识 也都表示强调亲身感知 王富洋先生接着说 这个知也可以是直接感知 但是它更多的是表示间接的了解 就从别人那里了解到某种信息 这叫做知 所以这个知往往是跟表感知 极其程度的动词组合 比方说小 知小 觉 息等等 此其程度的 此其时之 这个时当然是细客自己亲身感知 亲身了解 所以用时不用之 用之可以不可以呢 此其之之当然也可以 但是用时是更恰切的 好 我们看一下 谢章又接着要给西克鼓劲了 他说军队的耳目在我们这个车上的旗鼓 换句话说 三军的这个将士啊 都是耳朵在听着我们的鼓音 眼睛在注视着帅车上的旗表 因此整个军队上中下三军 他们的进退完全是跟着这个帅车 跟着我们这个旗鼓的指挥 好 这句话 我们看一下国语近语 在记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那么他是怎么说的 说张侯玉曰三军之心在此车也 其耳目在于旗鼓 过去打仗 那么完全是靠这个耳目来指挥作战 那么这个耳目就是耳听鼓音 目是旗表 好 假如这个帅车上没有表示出撤退的这个旗表来 战鼓也没有勒响撤退的鼓音 这个整个的战事就有可能会成功 急是成的意思 成功的意思 也说只要帅车上无退表 无退声 这个军队最终一定会获得胜利 所以可见那个帅车在古代的这个车站当中 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张侯才说 此车一人电子可以急是 这辆车子 这辆车子假如车上的三个人当中 有两个人都打死了 都站死了 剩下一个人 只剩下一个人阵守着他 支是复指此车 所以这个句子的结构本来应该是一人电子车 现在要把宾语移到巨手去 做话题 那么动词的后面需要用一个支 来复指 踢到前面去的这个宾语 这是古代汉语 特别是先秦汉语当中 一条比较强的规则 就是这种例外很少 下面这个可以是可是可以的意思 以是以此车 凭借这辆战车来尝试 就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即成也 好 既然如此 谢章下面就用了一个反问句 反问句 就是怎么能够因为受了重伤 而毁掉国君的大事 所以这个反问句的后面应该用一个问号 用反问句 这个句子的语气就很强烈 好 这里面这个集 大家查说文的时候 可能注意到 在说文里面是从三锥 三锥在说文解字里面 也是一个部首读杂 读杂 三锥在墓 这叫做集 以此它的本意是 群鸟停集在树木上 这叫做集 败字 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了 败是从背 从谱 它所表示的意思就是 用手拿着一个工具 去把这个背 很珍贵的这个背砸碎 因此它做动词 做行为词是毁坏的意思 如果做状态词是坏 破败 这里就是毁坏 这里就是毁坏 至于说大势 我们上次也刚刚讲到国之大势 在四与荣 这里这个大势就是指的战争 就是指的荣 好 下面一番话 谢章接着又说 我们穿上铠甲 拿起兵器 本来就是走向死亡 这个话词意非常狭窄 它表示穿的意思就是指穿铠甲 不能够穿别的东西 古代汉语当中有一批这样的词译范围 非常确定 非常狭窄的词 那么这些词到后来都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呢 后来都变成用概括译更高的动词来表达 好 急是走向的意思 大家结合它的造字结构 自己考虑一下 下面说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没有到死 病未及死 应该是病而未及死 是两个行为 虽然是前面这个行为是一个假设的条件 虽然受了重伤 但是还没有到达死的程度 无子免之 您努力吧 努力干什么呢 是军 免之就是免君之大事 您就应该为国君的事业尽最大的努力 尽最大的努力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免字 许圣说免是强也 免是强也 段一财注说 凡言免者皆有相破之一 所以免的这个核心艺术 就是一个人克制住自己怠惰 这样的情绪 然后竭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去做 这叫做免 好 下面说完这番话以后 这个谢章真的很了不起 他虽然已经受了两次伤 但是在希克说于病医之前 他一直没有说话 等到希克说自己已经支撑不住的时候 这个谢章一方面说话 鼓励自己的主帅 同时左并配 就是把六配并到左手里面 就是左手去并拢这个六配 而右手就把主帅手里的腹拿过来 开始击鼓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左右 许圣说左是左手相左也 这个左手就是左手的意思 这个左是一个象形字 这是左手 断乱才柔 断乱才柱说这个左者 后来又加了一个单力人写成这个左 这个左是左柱的意思 帮柱的意思 说完解字里面没有这个从单力人的左 这是一个后起字 像形的这个左 那么到后代的文字当中 都写成了左柱的左 就是从左从弓的这个左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